請問現在還可以買嗎 我現在已經不行3點了 3點截止 時間已到00940申購運動 正式宣布落幕 但直擊通路券商 3月15號申購截止前 還是有零星投資人 押線搶辦理 沒買到的只能摸摸鼻子 等4月1號上市後 再伺機進場 市場預測00940 光募資的前4天 就已經吸金超過1400億元 遠遠超出預期 甚至有人不惜借錢也要買 就有網友PO出投資新法 說他把房子拿去抵押 貸款利率2.2% 和00940值利率相抵後 至少還有5%的價差 他貸款800萬 預估每年能獲利40萬 讓他覺得怎麼買都不虧 但遭到ETF達人打臉 你領到鼓勵的 你沒有填息 你也沒有賺 你借了個800萬 如果跌掉10% 跌掉80萬 那你一年賺40萬的鼓勵利差的話 你要賺兩年 你才可以彌補這個損失 ETF達人提醒 要是沒填息 反而賠了價差 到頭來還是什麼都沒賺 近期ETF掀起進場熱潮 另一檔ETF00941 遐帶半導體題材不配息 3月15號掛牌處女秀 收盤漲幅就背進3% 換算賣掉一張能賺380元 反倒是主打高股息 月月配的00939還沒有上市 但是淨值已經被成分股拖累 3月14號的淨值 首度跌破15元發行價格 為上市後的股價帶來變數 總歸老話一句 投資不保證獲利 懸股得甚甚評估 近新聞 吳雅廷 李玉成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